因为刚才你的同学会就说忘记什么 其实凤姐她小的时候 其实她每次在上课的时候 书本里面一定会夹着一本袖珍的歌本 我们以前看歌书来唱歌 有歌词在里头 对 她可能老是在讲课 她是偷偷在看歌字 因为她太爱唱歌了 所以有一次凤姐为了追星 她竟然忘记去参加将棋典礼 她去追星 可能不能是追谁 可能当时的姚苏荣还是谁 然后没料到后来 其实凤姐也成为了万众歌迷 追星的目标 这就是小小的凤姐发生在 她当时小时候的一些故事 所以等一下你会跟听众分享一些 你知道的啦 她的一些故事 待会儿会请到台湾的朋友来分享 OK 那就记得要锁定啦 11点到12点的凤飞飞纪念专辑 松林的跌鱼 听到圣灵的地狱 充满了柔情蜜蜜 我们从临掌握着往日的足迹 我们从临掌走过 踏着往日的足迹 过去的点点滴滴 到如今都常坠 我们从临掌走过 踏着往日的足迷 在眼前飘去 山峰在耳边叹息 我们静静的相对 空有那顺其万缕 过去的点点滴滴 到如今都成追忆 我们默默的依偎 脸痕在彼此眼底 过去的点点滴滴 到如今都成追忆 我们默默的依偎 脸痕在彼此眼底 过去的点点滴滴 脸痕在彼此眼底 脸痕在彼此眼底 在彼此眼淡 秋天夜会黄 冬天夜会落 任时光无情 相信在你我心中 凤飞飞三个字 将永远鲜活在大家心里 直到永远 感谢你 永远怀念凤飞飞飞 追随彩虹 是谁解惊 是谁解惊了彩虹 在彼此眼底 有点点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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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嘿嘿嘿 彩虹 彩虹 嘿嘿嘿 嘿嘿嘿 全彩 黑呀 嘿嘿嘿嘿嘿 我呀 我呀 为你歌唱 我要 我呀 为你童话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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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olve 彩虹 Awwrup 彩虹 MUR deceived 彩虹 彩虹 嘿嘿嘿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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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花 茶花 嘿嘿嘿 嘿嘿嘿 生茶 喂呀 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要 我要 为你 歌唱 我要 我要 为你 和我爱 来来 来来 嘿嘿嘿嘿嘿 来来 来来来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听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碧玉 十一点零五分 这是凤姐所演唱的《彩虹彩虹》 凤文飞有所谓的彩虹情缘 她主唱琼瑶电影主题曲《奔向彩虹》 追随彩虹等等 还有《彩虹的梦》《彩虹的呼唤》 有一年的演唱会 她以《彩虹的呼唤》作为开场曲 连电视节目也以《彩虹》来命名 我想听众朋友 当你看到天上的彩虹 你一定会想到凤姐 《彩虹》 十七八十八, 青林香的桃花。 光阴似海山 千尘最远大 十七八十八 千尼香排华 千尼无关这世情 快乐围绕这世吧 人人有十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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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大好时光 开窗户门的余生 十七八十八 千尼香排华 光阴似海山 千尘最远大 十七八十八 千尼香排华 千尼香排华 千尤无关这世情 快乐围绕这世北 快乐围绕这世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我还坐着三轮车跟姐姐一起到好莱坞去看这部电影 不过电影已经在放映中了所以摸黑入电影院 但是记得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太好听了 就是凤姐所唱的《十七十八》 其实在去年的十月中到了台北一趟 当然有机会认识了台北的凤友还有南部的朋友 那我记得在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就驱车往高雄 然后就拜访了这位资深的凤迷也就是薛霸 薛霸有个区域是非常凤阁 在这个非常非常温暖的空间里面 你可以找到你想找到的凤飞飞的资料或者是专辑 我们让薛霸来分享他在什么时候开始 就成为凤姐的最忠实的歌迷 各位大家好 先介绍一下我新薛 薛霸是我的名字 然后因为为什么会叫薛霸 因为在凤友会当中好像当爸爸的比较少 所以他们就叫薛爸爸 后来就变成薛霸 就比较简单的参呼这样子 所以当还没有当爸没有当人家的老公 就开始爱凤姐 然后跟着爱乌吉乌嘛 太太跟孩子都也爱凤阿姨跟凤姐 对对他们也爱因为他们因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 一定都会有听到一些凤飞飞的歌 那然后当然嫁给我要交易他 像这样子 会不会太大难了 嫁给你需要是凤迷吗 不需要 但是我会把它变成凤迷 所以你跟他拍拖的时候 课题当中也应该围绕在凤姐吧 有 我还有亲自带他去再凤姐 因为当初我认识凤姐的助理嘛 Amy 然后她就说看我有没有空 然后我们那时候刚订购 我就带我老婆 然后就去高雄再凤姐 她当时是来参加艺演还是什么 她参加那个颁奖 那个金曲龙夫帮 那然后我老婆看到她 她很惊认 她说在电视看的都不一样 因为她看到凤姐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年轻 那时候凤姐好像是四十几岁吧 那然后她从那个那个什么机场 然后从电梯下来的时候 啊我们看到我们就为之疯狂尖叫 这样子 然后我就马上做一个动作 趴下来 凤姐帮我签名 对那时候好亢奋 然后我们就一路一路载着凤姐 我们还以为说她是神仙 然后讲的话 会讲话的 对对对 但是她很亲切啊 她讲的话就是跟我们一样 那时候刚好是香港有一次是那个圣诞节嘛 然后有踩死人 他们就跟欧阳飞飞 就谈论那个话题这样子 在车上聊得很愉快 对对对对 那你的未婚妻呢 她那个时候 能够从她身上学到什么 为什么老公这么喜欢你 可不可以把爱给我多一点 她也是会说 怎么同样同样都是女人 你怎么都会对她那么好 对 那我就跟她说 因为凤飞飞跟我是有歌名的感情嘛 因为我从小就听她的歌啊 从小听她的歌到现在 然后我14岁就出去做童工啊 然后当我无助的时候 我有困难的时候就是说 我就会借着她的歌来安慰自己 对那然后常常阅读 那时候我就开始来收集她的简报了 然后常常听到她的故事 我都会好难过 就是说她可以从一个很平凡的人 然后站在舞台 然后就是这么亮丽 我们也可以学她的精神 所以说我常常说 那个年代 凤飞飞帮忙的台湾这些 呃游子不管你是就学啦 或者是你是在那个当学徒 当女工当什么都好 她就是她这一段故事帮我们 就是说在那个年代 让我们不会那么寂寞 不会那么觉得那么无助 就是说困难不是我们只有 只是我们应该是大家 那个年代就是农业社会 跟工业社会的交替嘛 时代跟时代的交替 所以一定困难 那凤飞 那怎么讲 就是说凤飞那时候的精神 帮忙我们台湾的精神起飞 所以有对劳工天使的外号 有有有有有 那时候她是劳工天使 我是出外人 我是出外人 你也是出外人 你和我情欢喜 我和你心欢喜 只有出外人 最了解除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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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她把你离离 仿佛令我的心 仿佛令我的心 我也知道你不会把我来往 我也知道你会把我来想 想想想想想 千万有多少喜 我还是出外人 我还是出外人 你也是出外人 你和我情欢喜 我和你心欢喜 我是出外人 最了解除外人 最了解出外人 我是出外人 而其他人 也然后是出外人 我不在你身边 千万要多小心 我也知道你不会把我来往 我也知道你会把我来想 千万要多小心 他那个年代是帮忙 台湾真的是不少 就是说我们像我们这些游子 听到他的歌就很感动 然后会听到他的歌 就很努力的去工作这样子 所以你一首歌是让你在困难重重 或者是挫败感很大的时候 它让你就像强行真这样 祝你幸福 因为祝你幸福这一首歌 是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我们这边都是唱离歌 然后那时候学妹就选了一首祝你幸福 那时候我不晓得是谁唱的 但是我觉得还蛮意义还蛮好的 那这首歌就我现在要讲到的是我当学徒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是一天要做十几个小时 然后就很 就是说对一个小孩子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压力 然后那时候当学徒好像是一个礼拜就不想做了 因为对我来讲是很难过 那还有就是会思乡嘛 后来就是考虑说一个礼拜之后就要地吃成了 在那边犹豫当中就是说 我到底要不要继续 继续还是要留下来 那时候因为那个年代都有收音机嘛 然后刚好传来祝你幸福 然后我听到这首歌我是热泪盈眶 就很 当时很像受鼓励 知道有一个人是站在你这边的 对那时候我真的是听到这一首歌 我才决定要留下在那边当学徒 这一首歌对我很有意识 凤姐它第一首感动我的歌 那后来我就在那边当了三年的学徒 请讲对对 因为那个工作是枯燥又无味 就每天都要在那边面对着火啊 还有那个在那边在那边设计一些东西 那幸好有风飞飞 不然我度过那一段困难 其实我们小孩子刚满月的时候 他也有透过那个他的助理 送给我们小孩子一套一套衣服 那一套衣服我们现在都还留着 真的真的对 他真的是很贴心的一个歌星人 他应该是想说我们上次有去宰他 但是他不晓得这是我们的荣幸 让我一辈子这样子 一次我就很满足了 所以从此之后我就 我就把这个就很多的机会 最新的机会 就让别人去追 所以那成为追星族 应该没有停过吧 也没有停过 他在台湾开过的演唱会 我都会去看 送你一份爱的礼物 我祝你幸福 不论你在何时或是在何处 莫忘了我的祝福 人生的旅途 又干又苦 要有坚强一致 发挤你一份爱的礼物 发挥你的智慧 留下你的恨处 创造你的幸福 送你一份爱的礼物 送你一份爱的礼物 我祝你幸福 不论你一份爱的礼物 无论你在何时或是在何处 莫忘了我的祝福 人生的旅途 又干又苦 要有坚强一致 发挥你的智慧 留下你的恨处 创造你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祝你一份爱的礼物 我祝你幸福 不论你在何时或是在何处 莫忘了我的祝福 人生的旅途 又干又苦 要有坚强一致 发挥你的智慧 留下你的恨处 创造你的幸福 谢谢学霸接受碧玉的访问 住在高雄与台南之间的一个小镇 是非常特别的 非常温暖的地方 那我知道这个非常风格 在三楼布置的简单朴实 然后很多旧专辑 当然可以找到好多凤姐的资料 还有它专辑或是DVD等等的 那2003年开演唱会期间 其实这个TVBS 当时也曾经到薛霸的住过的地方去拍摄 并且也报到薛霸的收藏 还有前前后后花费了多少的百万元的台币等等 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她太爱凤姐了 而且呢 昨天的纪念的这个晚会当中 或者是一些活动当中呢 常常会看到资深的薛霸 这位忠实的歌迷 非常谢谢她 同时呢 我们通过薛霸呢 也认识了其他南部的凤友 一起来聆听 凤飞飞的歌声 陪我们一起走过了青春岁月 我希望做一个比较 让大家不失望的歌手 永远怀念凤飞飞 感谢你 好 然后通过薛霸也认识了其他的凤鸣 这位凤鸣他说不要讲我的名字 我就是凤鸣就对了 穿着紫色的啊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怎么称呼 凤鸣A 好 凤鸣 那我是B咯 然后C 嗨 你好 好 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把凤姐 就是她在你们心目中是 战友一席之地的一位台湾的歌手 民国六十四年 我第一次听她唱那个 爱不是战友 哇 那个 那个我们听 我们新加坡版本听很多 吴秀珠唱的呢 哇 她是原主唱 那时候我就蛮喜欢她了 爱 她不是战友 她不是迷惑 听到 那时候我们台南很有名 那个时代中广 中广电台那个阳明跟那个月里 每一天中午一点到两点 晚上九点到十点 对 都是她的 我们都是她的基本 那个听众 就是因为她播了 对 然后大部分都播凤姐的歌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追逐她 她的每一天的节目一定都会 最少有三四首歌 那时候都追着她跑 还有当时演唱会没有那么盛行 都会在那种体育馆办活动 她都会说什么时候凤姐会来台南的体育馆 哪一家百货公司剪彩什么 我们都是追着她跑 我们那个年代 所以你们有看到凤姐 凤姐唱爱不是战友 那时候很保守 对不对 对啊 只是在默默欣赏她 比较不敢这样上前去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是通过电台收音机播出来的声音 有没有自己就是有经济能力允许的话 会买她的卡带专辑 有那时候民国67年吧 就1978年 对对对 那个一卷黑胶是70元 那时候台湾的阳春园一碗5块钱 那时候都是买黑胶 就是把钱省下来就去买黑 并可挨二 对 那时候还很小 那时候十几岁 一个月零用钱500块 买一个黑胶就70块 所以卷袋子可以播多少次 播到你会唱熟悉到A到B的歌去吗 会啊都会到现在都会啊 那三四十几年来的歌都会 太棒了 所以这位凤迷B拿给我的11颗红豆 是你当时拥有的 我当时拥有很多 所以现在家里还有一个像薛爸这样子 一个收藏凤飞飞的一个 有 但是比较小型 应该几乎台湾爱她的人 每一个人的家里面都有 觉得她可以提振我的精神 是我这么多年来的精神十两 对 只要一听到她的歌声精神就来了 我的孩子都还会模仿 我在听她歌的时候的所有动作 她之前代言的那个家店 她代言什么我们连家店都买 那时候新出一台电视 下面是有卡带的那个年代 电视下面有卡带一台两万多 那时候两万多很贵 就自己买一台 她代言什么就买什么 爱 它不是占有 它不是迷惑 是生命快乐的享受爱 它没有痛苦 它只有快乐 是人生幸福的迷惑 是人生幸福的迷惑 人家如果没有爱 人人都愁闹 世界如果没有爱 花儿会低头 莫让爱给留纸 要让爱在心头 欢笑必长久 爱 它不是占有 它不是女佛 是生命快乐的享受 爱 它不是占有 它不是女佛 是生命快乐的享受 爱 它没有痛苦 它只有快乐 是人生幸福的迷惑 是人生幸福的迷惑 人家如果没有爱 人人都愁闹 世界如果没有爱 花儿会低头 莫让爱给留纸 要让爱在心头 欢笑必长久 人家如果没有爱 人人都愁闹 人家如果没有爱 世界如果没有爱 要从来没有跟她 握过说讲过话 面对面 说一下在哪里 邻国八十年 他来台南的东地是百货 那时候周年庆 那时候的舞台不是象象舞台 他是在下面的 很近距离 他晚上的演唱会 那时候我刚生我老大 满夜没多久 那时候我三点多就去排队了 没多久 没多久 三点多就去排队 一排就多久 排到六七点 那个有三个多小时的 对 都不敢走 因为我走了位置 人家会站走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单枪匹马 还是约了其他风 我们都不认识啊 都是自己 其实很多号名跟我们一样 都是自己一个人 独来独 那你就一定说 我势必一定要碰到他 握到他手抱他 跟他说我爱你 那时候很前排 所以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 他就在你面前的那场 记得啊 自己的头脑里有影像啊 因为那时候刚满月啊 就是一定要等到他 孩子托我老公照顾他 也不大会照顾满月的孩子 我就是一定要去看他 然后你看到他 你跟他讲了一些什么 然后再给他一个用 那时候根本没有时间 让你跟他讲话 握抱就已经很不错了 很挤 大家都挤在一堆 然后他擅长很久 我还久久不肯离去 就这么一次的机会 对 那还有一次就是民国72年 那时候台南有那个龙桌大赛 他有来 但是我只是在远远看他 你还有没有一些很疯狂的事情 刚才 风靡 就我是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凤姐 六岁 对六岁 然后 六岁怎么会接触到这些流行音乐呢 听到邻居 邻居他们在放那个唱片 然后那时候播出的歌 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歌名 然后我就觉得 哦这首歌好好听哦 到底是谁唱的 然后后来我就有问到邻居才知道说 那首歌是凤贝贝唱的 然后叫做必成故事 对 那就从那一首歌开始 我就就很喜欢凤姐 对 然后就 我记得到在国小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凤姐就比较 好像会偶尔会到南部作秀 到那个歌厅里面作秀 那我就会一直吵我妈说一定要带我去听 对啊我记得 嗯我比较兴奋的是我在听他在歌厅前唱歌 我也握到他的手 然后我还有拿相片去后台 让他签名 相片从哪里来 去文具行买的 那时候文具店很多 对很多 很多照片 那时候很多人家淋青下 对对对 然后 多少钱啊这样的一个 我忘记了 那时候都五六块了 我忘记多少钱了 还很小 好歌迷耶 对然后那时候就握到他的手 就很高兴 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在后台人很亲切 就是很多歌迷 就是都会到后台拿相片给他签 他都来者不拒 你会觉得他好像个大姐姐一样 然后 那我觉得凤姐他 他很吸引我而是他的笑容 就觉得很 而且很有亲切感 而且很温暖的感觉 如果现在我要您哼一两句 你六岁听到的必成故事可以吗 我破晓的时刻 像五般的美茶 我破晓的时刻 像五般的美茶 相处 可爱的尿尾 唤醒碎中打鸡 温暖的尘光的 亲密的忙活 可爱的路坠 一摊醉绿影踪 过小的时刻 像五百亿的菜 可爱的鸟后鱼 唤醒色中大鱼 温暖的晨光里 亲密的马虎 可爱的路坠 一摊醉绿影踪 温暖的城 我每一天都在期待奇迹发生 因为以前那个武侠剧不是说哪一个主角走了 哪一天他又会复活 我每一天都在期待这个奇迹 虽然已经他已经是事实不在了 已经离开我们 可是我还是不愿意相信 我还是每天在等待奇迹 如果他能够让我再看到的话 我应该不会错失任何机会 你会把他抱紧紧 对 你应该不会 你那凤眉 我也是希望说还是会有奇迹出现 因为我到现在还是不是很相信凤姐真的走了 我觉得他可能只是累了 想要休息 他就暂时先躲 躲在一个小岛上面而已 对 应该是 谢谢 想要挥挥手 手而难开 想要说再挥 口而难开 说不是爱 又觉得爱已冒坏 说这是爱多么无奈 这里的回忆与情山同在 这个情节 随随年年解不开 说声真正正 我会归来 问奇事再见 我愿等待 想要挥挥手 手而难开 想要说再挥 口而难开 口而难开 说不是爱 又觉得爱已满坏 说这是爱多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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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等待 我愿等待 会想到离别的情绪 这首挥别 那么在碧玉的fanpage 就看到一些亲友朋友的留言 此刻已经是晚间11点39分 但是还是有朋友呢 陪在我左右 正在回忆 还有聆听每一首凤姐的歌 像Tricia她就说 碧玉你好 今天晚上我在公司陪你 听着凤飞飞的歌曲 Jenny说 碧玉你知道吗 这两个晚上我没有看韩剧 我特别在听你的节目 虽然是晚间11点播出 那感谢你主持这个节目 尤其是当你在播放一些 凤鸣们的回忆 对凤姐的这个热情 还有对凤姐的爱 还有播出她这么多首歌曲 我真的好感动 太爱听了 那么她的最后一张专辑 你知道吗 我重复看了或听了很多次 那么百看不厌 百听不厌 欣赏凤姐的歌声 台风 潇洒的舞姿 让我陶醉又感动 所以碧玉 我想对凤姐说 再说一声 我爱你 不要为别离 轻轻在叹息 不要为别离 把离轻轻在叹息 背着我哭泣 用一个微笑 把离情代替 可记得那句天下 那又不散的夜心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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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一个微笑 把礼琴代替 可惊得那句天下 那又不散的夜行 某日的遥珍惜 往往北向四季 万余和前夜我只能睡去爱你 爱你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专辑 我记得这张专辑还收入了四层相识的旋律 彩色的爱 还有牧羊姑娘等等 再说一声爱你 这是刘家畅的作品 也是好多凤飞飞的歌迷喜欢的歌 那当然 《松林的低语》算是主持走过 所以歌以来 凤飞飞最经典 最多人要点播的 像这位全小姐 她说 碧羽你可以播《松林的低语》吗 其实刚才在10点55分的时候 跟圣安交班的时候 已经播放了70年代的电影歌曲 但是在来临的星期天 依旧是做现场的 然后会穿插凤飞飞最经典的《松林的低语》 但是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 谢谢这位朋友在这么晚的这个时刻里面 还是陪伴在我左右 除了是新加坡的听众 当然还有马来西亚朋友 还有网上的听友们 以及来自台湾的凤友们 包括文文 还有追梦人 追梦人在去年11月份 我到台北的时候呢 他也出现在薛巴的家里 还一起用碗饭 当然也不会忘记 让追梦人谈谈心目中的凤姐 我是台南人 然后因为他早期刚开始唱歌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常常在台南的电台 所以他在我们台南高雄方面 是特别受欢迎 就他唱歌就是很有感情 反正就是比较贴近我们的生活面 好像在跟我们说话 我比较幸运的是因为 因为我家是当时是开电器行 卖电视冰箱 所以那时候可能比较方便 就是妈妈给的零用钱 也比较多 所以就是有买过他的海山唱片 记得当时好像是大概50块台币 然后慢慢的涨到60 65这样 哪一张第一张买 印象中应该就是说凤姐的一个金唱片第一集 它是跟那个黑胶唱片不一样 是可以打开的 是因为在当时的黑胶唱片很少有这样 凤姐也算蛮创新的 他第一集的话就是祝你幸福啦 好像发行到十集 只要去唱片行打听到说 星期几 他就要发新专辑 就第一天就去嘛 比较有印象当然就是穷瑶时期的 因为那时候年纪上也差不多 国一是三十四岁 年龄到了 对 那那时候就常常那个星期六 因为以前台湾的那个电影 都大概是礼拜六 就是开始嘛 那常常说那时候还是学生 然后有四堂课到中午 然后大概是上到第二堂课十点多 就偷偷的跑去看 而且而且很特别的一件事 就是说穷瑶的电影 一定要是有林青霞 秦翰 再搭配凤这堆的歌 对 三角 一定去看 对不对 而且是穷瑶流利利早的 是是 每部穷瑶电影 凡是是凤姐唱的你才会去看 都看 如果你是一片雨 我但愿是一阵风 带影你飘扬过海 吻着你奔向天空 如果你是一片雨 我一定是我一定是那一阵风 我一定是那一阵风 是一阵风 绕着你找找梦 速尽我心事苍苍 如果你是一片雨 如果你是一片雨 我一定是我一定是那一阵风 是一阵风 带影你飘扬过海 带影你飘扬过海 吻着你奔向天空 如果你如果你是一片雨 我一定是我一定是那一阵风 我一定是我一定是那一阵风 托着你奔向天空 如果你是一片雨 如果你是一片雨 我当然是一阵风 托着你找找梦 速尽我心事苍苍 我一定是你奔向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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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是一片雨 詞曲 李宗盛 莫為春夢空陶醉 春夢一曲難追回 不要逃在夢境內 醒來夢一歲 夜舞要輕輕地吹 我不想和你夢中相依偎 只因為春夢碎天 只能回味 只能回味 往事難追回 不想和你夢中相依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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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為春夢空陶醉 春夢一曲難追回 不要逃在夢境內 醒來夢一歲 夜舞要輕輕地吹 我不想和你夢中相依偎 不想和你夢中相依偎 只因為春夢碎天 只能回味 只能回味 往事難追回 你夢中相依偎 …… 未來 想讓你夢中相依偎 夜幕 又轻轻地吹 我不想和你 梦中相依偎 只因为春碎天 只能回味 只能回味 往事难追悔 第一次是在1979年看到凤姐 那第二次的话 年纪上也比较成熟 然后在1983年的台南元宝餐厅 她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巡回演唱会 也是第一次跟她握手 也很难得南下表演 所以说大家都真的是 整个现场都挤来挤去 凤姐她所到之处 当时因为台湾也比较保守 然后她到处都是万人空巷 所以都还有一些警察 警车 来帮她维持秩序 我印象中的话 凤姐在2003年的第一场在高雄 然后她就说她对于南部啊 高雄是特别有感情 因为她是除了是秋天出生以外的话 她当时也是在秋天 她曾经有在南部做 那个高雄的歌厅啊 什么做表演嘛 那时候也都是从秋天开始 第一场表演决定就是要在高雄 而且在秋天 还记不记得她幕一开 你的那个心情 我发现很多人都哭了 包括我在新加坡看也是 大家都哭了 因为她那个幕还没有升起的时候 在后面 随着旋律 然后看到她的身影就已经 已经不行了 已经不行了 然后来等到她的幕 真的打开 看到她本人 那已经都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对她的思念也经过了很多年 然后在03年后 她的一个重新的 另一个阶段的一个演唱会 真的是太成功了 温暖的秋天 秋天的虚心愿 每早落夜缓缓飘来 哼叫人风外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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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泽然很不便 总让那秋天的夜又 春风 曩 涵 秋天 APPL candle 而别 温暖 以秋天 秋天 离去心愿 每当落叶 缓缓飘来 还更加 人分外流连 落叶 一片片 是几片 昨几年 夜里有 我们两体誓言 今年的秋天 分外温暖 只要 我们两千 不便 纵然在秋天 你也有 尘 啊 若秋风 吹落 夜飘 正 天地 在秋天 只要 我们两千 不便 纵然在秋天 你也有 啊 等秋风 吹落 夜飘 正 静 天地 在秋天 每每天 每每 听这首歌 就会想起我坐在新加坡的Indo Stadium 听凤姐唱这首歌这时候 我已经感动到泪流满脸了 真的是 好回味 那我想 顺庭班的青春朋友 新加坡的青春朋友 这么晚了 再差一分钟 就是午夜十二点了 你们还留在 遇的 表称的 fanpage 让我知道 你们在陪着我 然后有些朋友也是第一次留言 第一次以中文留言 那么只为了表达 喜欢这个感动的节目 第一次听到可能觉得说一个小时 真的是蛮短的 那昨天我们也制作了一个小时 那来临的星期天呢 走过孙德哥晚上八点 到午夜十二点 除了两个小时的凤姐的专辑之外呢 我们也安排其他七八十年代的 经典好歌 以及当时流行的电影 歌曲 或是当时流行的歌曲 当然你会听到好多资深的艺人 分别带来难忘的音符 那么要谢谢所有网友们 你们的留言 包括新加坡 马来西亚听众 还有在远在台湾的青春朋友 还奉你们 谢谢你们 线时间是午夜十二点 我们的约会就在后天晚间八点到十二点 祝福丁日博用 晚安 秋天夜会黄 冬天夜会落 任时光无情 相信在你我心中 凤飞飞三个字将永远鲜活在大家心里 直到永远 感谢你 永远怀念凤飞飞 你不用说的那么明白 我知道那是爱 因为我已看到 你眼中那片光彩 感到我别的你又回来 我知道那是爱 因为我已听到 你心儿跳得多坏